我是周玉寇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今天的礼拜四7月3号 明天呢就是 明天是美国国庆 7月4号 世足赛要开打 那不过呢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所请到的是 一位非常神奇的人物 他是台湾熊哥 他是沈富雄 沈委员 沈委员长 Coco妹 谢谢 被你这样叫应该合理 大家找 为什么要改称Coco妹 因为熊哥相对于你 熊哥跟Coco妹 不是不能叫你姐 你知道吗 我既然是哥不能叫你姐 沈委员自从正式宣布投入选战 你至少这个造成了一个效应 就是你的民调 还真的是有威胁性 当时呢 又没有说 往 就说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你的民调 就你 我要问你第一个问题 你后悔了吗 没有 没有 你没有后悔参选 因为我刚刚给你看了 我参选 而且能够耐得住 大家拿过来 他还有一个我的奋斗 给我们大家看看 我们沈委员有一个参选的 我的奋斗的宣言有七点宣言 不是宣言 不是宣言 我是检讨我自己 自我认知是吧 不是我是检讨我自己 这三个礼拜怎么过的 因为这三个礼拜 其实是内忧外患啦 因为大家怀疑三点事情 一个就是说 我绝对不会 第一件他们说 不是 第一件他们说 我绝对会输 绝对会输 所以昨天看好都2.5 我就说这个已经不错了 如果你看媒体的话是零 所以没有人认为我会赢 第二点呢 大家认为我是玩假的 第三点就算是真的 也别有所图 就为了某种东西而来 你怎么那么诚实 你都晓得外面的问号 都不需要我问你了 我稍微要描一下 看看到底 他们在怎么整我 所以这三个礼拜 单超一个人 能够度过这些 要有很大的本事 这不是我吹牛的 所以我就检讨了一下 昨天晚上为了燃鱼节目 我见到说 我怎么搞得还蛮厉害的 所以我觉得 跟三个我的人格特质 还有三点的自我期许 有关系了 那我的人格特质就是说 不怀忧丧志 不忧残危机 还有动心忍性 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这是我的本性 然后呢 这官司本性还不够 我要自我期许 那这个其实从 我从小就这么期许 第一点 整个待旦 整个待旦不时分歧 第二点 以天下国家为己 那第三点 义无反顾 所以千万无往以 这是我的自我期许 但是这三个礼拜 我多痛苦 多辛苦 光靠这六点还不够 所以我真的不行的时候 我就来一个老男人的祈祷 跟少女的祈祷不一样 我就难难自语 自己讲 说我是佩公 我是佩公 我们现在正在配线 就还没有突围 还没到咸阳去 对对对 刚刚开始 刚开始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 好像一部小飞机 在跑道上 拼命在赶 拼命在赶 那现在我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这个飞机头 拉起来 这个飞机头拉不起来 就不用谈了 我问你 你现在讲完这些 我们大家都很动容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问你 你真的相信你会赢吗 当然的 我现在如果 这个可能性 如果照过去的 conventional 传统的思维 或是把那个洪教授 那本书拿来分析 洪永泰教授 那我的机会是零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分析 都是based on 过去的经验 我觉得这次的氛围不一样 比如说 蓝绿板块的互动 不一样 或是最后要气宝的话 哪一个方向气宝 不一样 或者人家说 我现在拿了票 蓝绿都有蓝的多一点 好像是浅蓝的 跟浅蓝的会过来 我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这次深蓝的 要比浅蓝的更加支持我 更加肯定我 那原因我们也许有机会再讲 那个 所以我将来下一波 如果要跟柯文哲对干的话 我的重点还是 恐怕要先吸引深绿的 让他们知道说 我知道你们深绿的目的何在 但是你们恐怕 选错了对象 所以这一切 都跟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来宾 所有的节目 评论人都没有想到的 对你刚才讲 下一波跟柯文哲对打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第一波是要把 连胜文给打败吗 我不用 我不用费太多的力气 因为 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连胜文气势不好 第一点 那第二点 这个柯文哲最喜欢打连胜文了 所以 所以 我在旁边看就够了 你说柯文哲把连胜文打下去 然后你就可以赢过连胜文 也不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是 就是 不足轻重的第三者 所以 他们如果决定要出手的话 比如说现在连胜文如果检讨说 我们过去 就是因为公事太差了 我现在决定要公的话 你觉得连胜文此刻会公我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 就让他们两边在那边 后来打来打去之后 老大老二 老大老二会公 然后他们的真正的面目 会转向在国人面前 我一直觉得台北市长 这个首长 台北这个首都之长 的这个规格来看的话 我觉得这两个候选人 其实经过他们出选的过程 或是经过容忍的过程 其实他们连资格标 都有问题的 那两个资格标有问题的候选人 对打起来 我觉得台北市老百姓是很聪明的 他们一看 原来是这样 你只要细听他们的讲话的内容 像昨天 我们举昨天的例子好了 对不对 昨天柯文哲讲什么 讲消化到出口把它缝起来 好像何事 何事封存 他说我那两个字都不好意思讲 虽然我当医生啊 我那讲那个字我会去变家妈 他说缝起来 他是说因为缝起来以后 好东西就吃不下了 这样的比方是不能不累的 比如他讲到米粉跟吹粉 我也觉得好奇怪 因为他新竹人嘛 他好像米粉比较可贵 大家把它搞乱了 但是你的在野联盟是吹粉 那里头超过90%民进党 民进党是米粉 对不对 如果你照你的道理的话 你应该是坦白的讲 我是我的主力 我超过90%的力量是来自民进党 但是你批评人家把米粉改成吹粉 但是你是以吹粉的面目出现 还有那个罗志祥提到 这个北北纪合并的时候 他说谁想到这个诟病 是一个混蛋 我觉得这个讲法也不对 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但是不能拿来当选举的口号 这不是口号 我觉得你将来想做台北市长的人 必须对这种重大问题表态 那连胜文后来他表态了 我想他表态了 这种思维也不对 他是想到钱 想到budget 想到那个预算 都是抽票的问题 基隆市的预算加台北市的预算 如果对台北有利的话 就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讲法也不对 因为如果你基隆并到台北来 显然从预算的立场来看 是不利的 因为他如果进来对我们有利的话 他何必跟我们比 基隆会很穷 需要台北的钱 所以我很快举这几个例子 不是说再算昨天的账 我是说他们到目前为止 其实很少面对面 讲一些正经八百 有那种的事情 他如果后来当时间越破金 越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台北市民就会看得很清楚 这两个有没有通过资格标 好 沈委员你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这个资格标 可是我觉得你每次骂那个 我没骂 柯文哲 你批柯文哲都重一点 批连胜文都轻一点 这个是 所以人家都怀疑你最后会弃选 你这种口气 可见你是看廖小军的节目 而听了太多 太冤枉了 而听了太多徐永明老师的话 我所有节目都看了 我跟你讲徐永明老师的话 我在他的节目我只去一次 他当我的面 他说我想你两边都会批 但是一定是批柯多以批连 这个还不重要 他说未来五个月 未来五个月你一定是策略性的选战 然后再制造各种议题 来扶柯文哲 互联打柯 互联打柯 我跟你讲 徐老师要这样讲没关系 但是起码你要一点厚道 不要当着我的面讲 当着我的面讲 说你以后五个月会这个样子 这个点我就想不通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问你到目前为止 你票去分析 这个知识去分析 我伤了连远仲宇 伤了柯 对不对 他们一点都不感谢 还怀疑我的动机 还怀疑我的意图 这个你帮我详细看 是为什么 为什么 人家都有问号吗 我请问你 我们要进广告了 在你要参选到现在 其实你对连胜文的选情 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尤其是TVBS民调 只能讲多一点 沈富雄现象 那时候你是15位 在TVBS民调 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 连赞先生或是连赞先生身边的人 有没有来找过你 一个都没有 连胜文呢 一个都没有 马英九呢 完全没有 金普聪呢 绝对没有 真的 真的 发誓 发誓 你绝对不会退选到最后 绝对不会 你不会像王建轩那样子 当年跟马英九那样 我跟你讲 大家喜欢把我跟王建轩比 跟那个宋先生比 我就是很不厚道的 你看看我们的属性 我们来自哪一个党 还有我们选的动机 还有我们开战以后 譬如说你的证件 我100就是50条 我告诉大家 我每一条都是我花脑进去想 你发誓他发誓他选到底 我们这个现在对面是有电视的 这个镜头要上到YouTube上面 要给你监督到底 因为他是处女座 我两个多月前来 你就怀疑 你说你讲话暧昧啦 怎么样啦 不会显啦 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都清清白白的问你 我每次来到你的节目 就要被逼表态 其实你不用逼我 我一路走来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但是我再给你看一次 我再给你看一次 我是以天下为己任 整个代干不实分 整个代干不实分期的 所以当我觉得这不对 我一不容辞 马英九如果找你 拜托你退出 你会怎样 好第一点 他绝对不会找我 第二点我们进广告 悬疑一下 沈委员 今天要答复犯 这些问题其实是我身边很多 支持你的人 他们也都忧心的 绝对会 如果真的不会的话 就票去过来 那就是选民的选择 我们立刻回来 沈富雄 沈委员在现场 好这个沈委员他 上次来我们节目是 国民党初选之后 那你就说 如果是柯跟连提名的话 两个阵营就要参选 果然你付诸实践了 可是这三个礼拜以来 你刚刚讲我的奋斗 讲了这个 什么怀悠上志 但是这一阵子以来 太多人都跟我说 他们我要支持你的 有些朋友会问我说 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所以刚才 这个沈委员在 沈委员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是举手的 我们也请我们大家 把这个镜头拍照起来 我必须讲 我们这些朋友 他怀疑我是真的假的 会不会坚持到 也不为过 政治气氛 还有你赢不了 这三个想法 我都可以理解 合理 合理 百分之一百合理 所以就只有靠我的本事 在七月底以前 把这些想法 让它自动的消失 好 就换句话讲 刚才他说 我在广告之前的 第一个问题是问你 最后那个问题 问你说 如果马英九总统 来找你的话 你怎么办 因为人家都认为 你是停马爱马仕 那你刚刚第一个回答是说 他不可能找你 接下来 你讲 我先回应一下 爱马仕这个观念 爱马的人士 你跟其他人的看法也一样 我对马英九 不见得有任何感情 可是你公开评论 对马英九是比较友善 我可以讲 他第一任就任 520 对不对 我七月 抢救马英九大兵 对 那是为他好啊 你也没骂他 那他一上任 你难道要 你难道不是要为 那个再吵的人好 不管你是不是 人家认为你是 你就是了 我先问你 当年孙中山上书给谁 给李同章 不是给他要推翻的 朝廷的大 那个大臣吗 你是为台湾好了 那当然了 我跟你讲 蔡英文 蔡英文当选了 我就上书蔡英文 最好 那马英九如果来说 大佬拜托你救救国民党 如果连胜文输了 我也完了 我的主席也完了 那你怎么办 你是自身评论员了 你问这个话 很不自身吗 就跟一般人 我是世俗的人 就跟一般人 别给我戴高帽子 回避问题 一般见识 我来讲 你说马总统不会找你 第一 第一 你们不了解马英九 马英九绝对不干这种事 第二 第二 如果万万万分之一 他派人来了 我会说 怎么会这样呢 此事万万不可 此事万万不宜 够了吧 连爷爷来找你怎么办 我觉得以连爷爷的身份 跟他的这个自尊性 他也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你以前跟连爷爷见过面吗 没见过面 我们偶尔碰巧 那连爷爷对我 好 又要进广告 不好意思 连爷爷对我蛮友善的 你想不 不不不 他都说他祖母跟我同姓 他的祖母 是外祖母 不是 是连正东的 赵兰碰 连正昨天夜宴大佬们 有没有用 我们要进广告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 台北市长的参选人 是神父雄委员 他刚才已经郑重宣誓发誓 他绝对不会退选 而且不会被劝服退选 好这个 我修正一下 不会被劝服 根本就没有人会来劝服 好不管是连爷爷 我相信到十一月二十九号投票 没有人会上门 没有人会上门来劝服 这个就是我一生走来 我的人格最起码的一些些的成就 值得这个荣耀的地方 我来这个稍微纠正一下我自己 因为刚刚讲到连正的 说他祖母姓神 那是我刚刚讲赵兰坤 其实是他妈妈 搞错了 你露了一袋 头脑不清 是讲连亚唐先生的 他其实对我蛮好的 你们都台南人 对了 那好我们现在来分析 这个跟他小孩拼选战 无伤他跟我平时的善意来 好这个大家接受了 来我们来看今天的报纸上面很大 这个连战先生都出手了 现在才七月初 十一月二十九号选举还有五个月 那他昨天夜宴 国民党的大佬要这个帮助连胜文 说连胜文不能输 国民党更不能输 那这个 说这个是连战父子两个人的战争 我的感觉是 这个是在选太上皇市长吗 要不然是变霸宝市长了连胜文 你怎么看这回事啊 我的想法 我觉得他是在压制你 我的第一个反应跟你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我差不多上个礼拜 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在我的脸书上 我的标题是说你救了连胜文 不见得是救了国民党 那下面是当然讲谈到柯文哲 我现在批评判两个人都要平衡 你知道吗 那我觉得很多 连胜文输国民党要负责 马英九要负责吗 我觉得这个输了以后过了就过了 问题是连胜文输了以后 我觉得国民党在投票之前会想 说如果连胜文已经没希望了 那到底是沈市长好呢 还是柯市长 你希望人家弃保 你的策略是让人家去弃连保审 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想象了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这个最后我觉得绿营也会想 到底是连市长好呢 还是沈市长好 我不见得是当下了 我不见得是两个政党的 Best choice 第一选择 但是我觉得到了后来 大家会觉得说老沈 毕竟是我的second best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分析 你最后你要你的民调一定要到某个程度 才会操作气宝 现在你还没有操作气宝的条件 我也不想去操作 为什么 我没有这个本事 我认为操作是一种人心自然的流动 因为大家都 总要有数据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到现在有五个民调 那我就8 10 13 15 8.6 这个其实是不能比较的 虽然他们都在19天里头做 但是不同机构 还有未决定 就平均是10 我认为未决定的百分比也不一样了 有的高到38 有的高到只有10几 我觉得合理的讲法 我现在有多少知识度 我认为是12加减2 12加减2可以操作气宝吗 不可能 而且不是不能操作气宝 而且我在7月底之前就下一波了 下一波大概7月底左右 我认为我希望 不一定会达到 我希望能够达到20% 因为20%是表示我这架飞机 这些小飞机 投起来的 不只投 我现在投起来了 15让我投起来了 往上飞飞了 就升空了 逆风高飞了 升空 升空 逆风是好的 逆风才会飞得好 我觉得到了20%就升空 那到了25%就翱翔 你知道吗 到了25%就翱翔 到了月底 我们再看 你没有到20%的时候 那是我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挫折 我们大家来分析 还有我的工作人员会很泄气 那到了月底我们怎么看 我既然看连爷爷 你先评论一下连爷爷 你不可以回避连爷爷 我我觉得 没有 现在有连爷爷 绿友找这个学运领袖 那连爷爷出马 究竟是对于连胜文来讲 是好 还是 我觉得连爷爷 有什么样的冲击 不要称人家连爷 就是连荣誉主席 我觉得他出手很早 太早了 比我们想象早 他迟早要出手的了 这么早 还有五个月了 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的 他们内部分析 选情不好 选情不好 不得不提早 那第二点 他去请这些 这国民党的有影响力的 包括民意代表 议员 委员 还有这些领导班子 一起来吃饭 所以他打的是 雇蓝营的基本盘 还有做的是主治战 然后说这块雇好 然后在第二个阶段 然后再打别的 所以我这个是 我看了就说 就是这样 我不在意 你不会影响原来的 当然不会 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基本盘会把 蓝营支持你给找回去 没那么简单 你不认为 因为这一次的氛围 我觉得很多蓝营的 我看法跟很多人不一样 说你有本事 你是拿到浅蓝的 我认为不一样 我在路上 对我脸带笑容的 点头表示肯定的 说我们全家都投你的 这些人很多是蓝的 我一看就知道是蓝的 而且我从他们的 那个各种方向去分析的话 我觉得深蓝支持我的 恐怕不会少于前蓝 那我甚至进一步分析说 这些深蓝的肯定我的原因 是他们不忍国民党的命运 这个真的 一点命是金 就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 他们都是跟国民党过来的 或者是小时候过来的 他们不忍国民党的命脉 端商在连家 尤其是连胜文的手里 我的天哪 你这个评论很 很尖锐 因为你救了连胜文 不只是他让他当市长 你真以提早 在国民党里头的权力布局 你等于帮连家 一个很大的忙 就是说国民党以后 举足轻重的 这个连家系统 占的百分比就高了 我可以讲连胜文当选 跟连胜文不当选 这个你替国民党决定了 他们里头的势力布局 对不对 你也替他决定了 我们未来如果国民党 继续执政的话 也决定了两岸关系 人家连赛有什么不好 人家荣誉主席 两岸破冰 我从刚才到现在讲 我没有讲有什么不好 这个好坏 这是一个核心价值 是一个价值关联 我觉得很多人现在 并不太在乎连胜文赢不赢 就是他们的判断 是不怎么好 是不怎么 我现在讲话很科技 我上次来讲话 来你这里 你上次说柯文哲是草包 你现在收回去吗 我收回 我收回 真的吗 我收回 因为这两个字 上次你说柯文哲草包是蛮残忍 我哪有残忍 比起他骂人家 我这个算是 但是你今天收回了 当然收回 因为省事嘛 因为我受不了 我受不了内忧外患 你知道吗 能够省事的就省事 收回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一个人 肚子里头有没有东西啊 不是我决定的 最后投票下去 这个肚子里头有没有东西 是考虑的项目之一嘛 这不用我讲了 我上次没有问你说 你觉得连胜文是不是草包 也被人家骂 人家说 你为什么只问省委员 说柯文哲 然后他说柯文哲草包 你为什么不接着问连胜文 是不是草包 所以回来我就讲 你现在不讲了 不是不是 我孤军奋战 而且要注意到说 我每天起来 我评论两个人的分量 要放在天平上一样秤 你知道吗 即便我评论连胜文多 绿营的那些学者还是说 我这个评论课文这多 好我们这个把 这个多不公平的事情 对时间的关系 省委员可以上节目 少很久 省委员我们认识非常久 不再多一个小时 我那个一千块不要拿 再多一个小时 你的证件 你的能力 跟你的人格特质 其实大家都不怀疑的 可是这场选举 我输在哪里 我请问你 我输在哪里 就是有组织啊 那我就告诉你 我要进广告了 就说你先把连赞的问题 连赞昨天 叶燕唐这个连胜文 你的解读是选情确实不好 为人之父 不得不这样 但我的看法是 拜托你这个垂帘听证 这是很笨吗 不了解那个氛围 我觉得你想太多 不是我想太多 我也是选民之一 但是你马上往垂帘听证 那个方向去想 我觉得有一点over 他应该避免这样的状况 人家急了 爸宝妈宝的要命了 他们说他除了是七宝 蔡依珊的七宝八宝 就变八宝 不要这样讲 我理解做爸爸 你比我厚道 我理解做爸爸 做妈妈的心急 那爸爸有这么大的力量 帮他一个忙 等不及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 人性理解范围之内 好的 今天他评论的 连胜文跟柯文哲差不多 最后我们来看民进党 冻结台独党纲 现在马英九揪着这个蔡依文 来这个单挑他 特别是单挑他的那个 打蓝绿 基本盘 对不对 蓝绿对决 到底有没有用 那你自己其实过去是 你是支持台独的先锋 对不对 那民进党到底应不应该动毒 等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马上回来 沈富永委员 我真的是必须强调 他绝对是一位非常好的市长 可是台北的市的市民的选择 跟政治上的一个民主的文化 会怎么样的发展 那我们当然要看未来五个月的变化 波神委员提到了 现在的氛围跟conventional 就是传统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那其他政治人物有没有发现呢 那就像基隆 基隆如果不换候选 我觉得马英九主席 马上回来 换的也没用 8点48分03秒 沈富永委员 从我们的节目的 今天的专访的 叫熊哥 什么沈富熊委员 我都尊敬你啊 因为你委员做得非常的厉害 叫台湾熊哥 那个 不是那个五尾熊的熊 是沈富熊的熊 有人建议说台北熊 台湾熊哥台北一哥 就变低沟 对对说回 好啦 那我来请教您 刚才我最后讲到说 那个国民党 国民党的选情 你看基隆 我是基隆人 我觉得黄景泰 真是没羞耻心 应该换个候选人 那你说换候选人 你自己刚刚补的说 连换候选人都没有用 不是我不应该评论这个东西 因为目前 所有人都说我选不上 那我怎么好意思说 知识点点说 某某某人选不上 是不应该这样 不过我在谢政武的节目里头 我建议谢政武去选 他一定上 因为他也是基隆人 我甚至 他又不是国民党的 不不我另外有一段 他把我剪掉了 其实我建议 现在 就是说不分党派 而且都有支持度的 其实是谢律师 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愿意选的话 我退下来当你的总監事 他就笑了 那时候我说你不肯 我想你不肯 因为你从小的教育 你的老师没有教你 以天下为己 人家不在现场 不不不 我就说 我就说 那我继续选 请你来当我的 荣誉总監事 他说 我当你荣誉总監事 那我节目怎么组 那我问你 那如果是我只是你 因为你很懂选举 苏俊斌如果去选 现在因为谢国良一直逃 你知道吗 他们一直拜托谢国良选 谢国良好像 据我知道他好像要出国 他躲起来 那如果是苏俊斌的话 苏俊斌难道不能赢吗 我认为了解基隆生态的基隆人 都不会去选 此刻都不敢选 对了 太恐怖了 那苏俊斌是乖孩子 上次也是奉命到台南 明知不可为而为 但是他一旦接了 一旦答应了 他一定选的还可以 就过得去 不丢脸 对不对 但是不容易赢了 不容易赢利用差吗 还是说黄景泰非选不可 如果黄景泰他被太书打击或是干嘛 他还要这个参选的话 这非常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苏俊斌我答应 他也是一种使命感 让他不得不这样 但是马英九如果基隆市不换候选人 对马英九来讲是羞耻吧 这个两难 所以他真的去走到一个 我觉得马英九刚刚上任的时候 是有心要改这些 但是他反扑太大了 国民党现在是谁来当总统 其实都一样 我是基隆人 我基隆读到基隆女中 基隆诚的 然后还是政大比 我是觉得国民党 那人在这边来的 你担自己的行列 我说在节目中 因为黄景泰是政大的 不是这意思 我政大怎么跟你台大比 伟大伟大 我是因为黄景泰也是政大 所以黄景泰是在基隆市 一直觉得他是议长里面 学历最好的 看起来形象不错 结果才真的是草包 好了这个我负责 那这个基隆市 这个如果是苏军兵选 那这个应该可以打 这个是省委员的意思了 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讲 你们民进党 你们以前的民进党 蔡英文说这次选举 要九到十个县市 那国民党很气 而且说那个大台中 不赢就不叫赢 就骂他说他碰轰 很骄傲这样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蔡主席 一个非常公平 非常的评估了 我觉得这个没有碰轰 但是他的关键是在台中市 我觉得其他小县小市 加一个加两个 加减几个 关键不大 甚至基隆输了 国民党当然伤先 但是影响大局也不大 我觉得台中市是关键 国民党输了台中市 其他输一输二输三 都不差 台北咧 台北这个就有趣了 台北不算民进党的 台北民进党是把 如果林胜文下来 算他们一个 算一一你知道吗 我觉得民进党也太 真的要 你搞到今天这个样子 如果林胜文下来 你只能算0.8吧 算不是正牌的 这个最后五分钟 我们来谈今天 这个比较尖锐的就是 马英九为什么要操作蓝绿对决 他从太阳化学院之后 就做广告 批这个民进党 是占据主席台 然后他揪着蔡英文骂 这个张志军事件 其实张志军事件跟蔡英文 真的没什么直接关系 那个所谓的颇期暴力 然后又对动独 这个叫这个民党面对台湾共和国 我请问你 审委员你自己当时 是台独的这个支持者 那现在的民进党要不要面对 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 我先回答 那个马英九为什么这样 我不认为他在操纵蓝绿对决 这个是小英昨天讲的 说你消费小英 然后造成蓝绿对决 这个好像不好 我认为小英讲这句话 也有点抬高自己的身价 但是我认为马英九是闷太久了 诸素不顺 诸素不利 那我们以前的总统不管蓝绿 到了国外一定是出口转内销 因为到外国讲西班牙话也没人听 所以一定批评国内的事情才能上报 但是他这一次讲西子湾事件也好 讲霸占主席台也好 讲要逼小英表态 说到底你跟这些学生运动的 你到底赞成还是反对 我觉得他都做过头了 不必 我觉得只要政绩改善 就自然上来 你去修理这些 我们大家心中这一把尺都觉得说 以总统之尊 在国外的飞机上 讲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把总统的高度拉下来 跟事实之间也有点差距 好这个民党7月20号 你毕竟是民党出来的人 7月20号 不会处理 送交中指挥研究 送交中指挥研究也已经是一个发展了 不不不不 以前困难的问题每次都送交 都送交研究 然后就没有下文 那动读跟台湾前途绝语文 跟正常国家化的这个决议文 之间三个要不要有一个新的一个决议呢 把它综合化 如果处理了是不是对小英2016选举有帮助 如果能够有一个新的文件 能够超过而当自己满意 然后跟国民党不同 老共听得进去按美国也含笑接受 我宣赏五百万 我讲好久了 你不认为会有这样的结果 困难度很高啊 就是因为那个一中九二共识的部分啊 民进党再怎么想都绕这个弯绕不过去 民党是不认同中华民国了 也不是 他说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他就是不太愿意说目前的状态 是1945年中国内战的延续 关键就是这句话 问题是如果说蔡英文不过这一关的话 那他2016的选举是有问题的 不会 因为蔡英文蛮厉害的 他过不过 他就把他淡化 他另外用别的方法 来盖过这件事情 我们最后一分钟再请教你 回过头来 朱立伦新北市连任 如果他真的胜利连线 如果朱立伦真的强力帮这个连胜文复选 那会不会对你的未来可能要气饱的 你的这种非常艰辛的专政造成文件 我一点都不放在心上 你不放在朱立伦放在心上 不是不是 我对他们两个的所谓连线 我觉得他们是虚的 而且是表面的 我觉得连胜文是不会拖累朱立伦 但是朱立伦是拉拔不了 连胜文 他们说要连线 以后就谈淡水河 谈这个捷运环线 我当了市长 我不管新北市的市长是谁 我也要跟他谈 而且朱立伦当选以后就跑了 就选总统了 你怎么知道他当选就要选总统 那是我目前的看法 你判断 那如果连胜文输了 可能朱立伦就不敢选总统了 不见得 我觉得这个两个关系不大 好朱立伦得多少票都要选总统吗 他如果得不到11万票 我认为是 如果不选的话还要等8年 你判断你跟马英九虽然很疏远 可是很了解 你觉得他这一次是马英九在整朱立伦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个是媒体 你有在帮马英九讲话 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讲 第一点马英九不是这样的人 第二点马英九没有这样的本事 是金普冲吗 我觉得他们都没有这个本事 这点我好像比较同意一点 马金冲 你认为这个弊案会继续办下去 当然 继续办下去 我觉得应该继续办下去 国民党如果2014大叔特殊怎么办 跟办必然我觉得没有关系 大叔特殊2016会说吗 不一定 恐怕有钟摆效应也说不定 说不定 而且朱立伦是一个马英九政绩不好 拉不下来的人 你不要忘掉这一点 非常谢谢 访问沈委员 熊哥还是很精彩的 谢谢熊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